日前,中秋节当天,屏东有民众通报,在万丹乡轮顶堤坊11号桥下,发现了一只鳄鱼,而农业处委托专业厂商,以鸡腿引诱鳄鱼,花了三个小时才成功捕获。 屏东县农业处呼吁,如果民众有发现鳄鱼的踪跡,要協助通报,不要动手抓,避免危险。 屏东县又有鳄鱼出没,十七号有民众通报,有鳄鱼藏在屏东万丹乡,和提伦顶堤堤坊十一号桥下,县府农业处委外专家捕捉。 游县府农业处委外的抓鳄专家指出,经过仔细查询,目前只有发现一只鳄鱼,而不是谣传的五只,经过检设后发现,这只鳄鱼是眼镜开门鳄。 有专家指出,这种眼镜凯门鳄是外来种,在鳄鱼种类中体型不大,大多可长到一点五公尺到二点五公尺左右,目前除了鳄鱼养殖户引进,提供贩卖食用,又民众会当宠物养。 养殖业者,他们可以建好一些防止脱逃的一些设备,有良好的管理,这样就可以避免养殖的眼镜凯门鳄外溢。 通常是看到人会躲在水域里面,对他来说是比较安全的,所以觉得,但我们如果有看到鱼鱼,第一件事情就是离开水域。 过去早在两千零六年的六一二水灾,屏东县曾发生养殖场的眼镜凯门鳄流入东港溪,是否都现在都还没根绝,无法证实,不过屏东县农业处呼吁,如果民众有发现鳄鱼踪击,要协助通报,不要动手抓,避免危险。 记者孟昭泉,郭俊林,台北屏东报道。